嗨,大家好,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想要來點不一樣的原因就是啊 因為我自從開始經營Instagram和YouTube以來呢 常常會收到大家詢問我關於瘦身的問題 那我必須先說 我真的不是一個代表瘦的人 如果你有興趣調查我的身高體重的話 我現在也可以開誠不公的說 我的身高是162公分 那我平均的體重是落在53到55公斤 所以絕對比現在年輕妹妹 所追求的40幾公斤的身材 還要再多了將近5到10公斤 原因就是我追求的是一個 有力量有肌力的Healthy Lifestyle 不是只是單純的瘦而已 Instagram我強烈的建議大家 在你們決定要開始仿效 某一個韓星的低卡路里限制法 或決定傷害自己的身體 以前呢 一定要先培養 先建立好比較系統化 比較正確的瘦身飲食觀念 比起從我這邊獲得簡短的回答 還不如花一點時間 好好的閱讀一整本書吧 今天呢就要在影片中跟大家分享 我真心喜歡並且推薦的四本書記 那我也會用比較輕鬆的方式跟大家聊聊這四本書的特色 以及分別帶給我的啟發 跟適合什麼樣的族群 那如果你對這集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那第一本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書就是這本 資房去去走 我覺得這本書呢 絕對是奠定我對於瘦身觀念最重要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的作者呢 他是一位在中美兩國都有多年臨床經驗的 專業的減肥醫師 所以他這本書 他並不是要去抨擊肥胖 所帶來的外觀的影響 就是即便他的封面還蠻單刀直入的 對而是他透過他專業的醫生的背景 去告訴大家 肥胖不只關係到外觀的眉醜 真正有關係的是 肥胖會引起各種疾病 像是糖尿病還有各種心血管疾病等等 那這本書的一開始 他就有講到肥胖的定義違和 主要有三個重要的指標 分別是身體質量指數 就是我們熟知的BMI 還有腰圍跟身體組成 那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實是蠻複雜的 沒有一種單一的減肥法 適用於所有的人 那我自己從中最棒的take away 就是去了解到每個人的體重 是熱量攝取 還有消耗之間的動態平衡 你只要想著攝取大於消耗 你的體重就會增加 如果你的攝取等於消耗的話 體重就是維持不變 那反之呢 如果你的攝取是小於消耗的話 體重就會下降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當你的體重下降的時候 尤其是你除脂率的 肌肉含量也跟著下降 你的基礎代表力跟著下降 這時候身體就會 產生一個保護機制 跟引發一個新的平衡 也就是你為了要去打破這個新的平衡 打破這個減肥的平台期呢 你就必須要在更嚴格的 去限制你的腫熱量攝取 或者是通過運動消耗的方式 來提升你的能量消耗 因此啊在這本書的第62頁呢 就有講到在減肥的後期啊 運動的重要性就會突顯出來 因為我們常常講 七分飲食三分動 那我覺得這非常的可以套用在 減肥初期 但是在減肥後期呢 運動的作用是至關重要 那我很喜歡他講到一個觀念 就是任何形式的運動都比沒有要好 所以他有講到有氧運動 他可以幫助消耗我們的體內脂肪 然後做肌力訓練可以增加我們的肌肉含量 但是他並不會去 特別去偏好哪一個運動 運動啊就如同飲食 他沒有神奇的妙方 只要你找到樂趣跟你能夠持續下去的 其實對你來說就是最好的運動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他 講到除了運動還有飲食之外 日常的積極活動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包含 例如說在酒坐的環境下 你還是會偶爾的站起來走一走 或者是你能走樓梯 你就不搭電梯 然後或者是你常常跟家人朋友 安排一些散步啊戶外的行程 都會不知不覺的幫助你燃燒 消耗一些卡路里 那這些多10到20%的 卡路里的消耗量就會對於你維持體重 或者是你讓身體不負胖 發揮一個很重要 但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一個作用 他是用一個醫生很專業的角度 去分析肥胖這件事情 跟去把我們對於減肥的目的 是真的在乎於我們自己的健康 從日常的生活的調整開始 去慢慢的累積一些改變 然後這些改變 經過長期的積累 就可以產生驚人的結果 對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的作者呢 就是他的闡述方式也還蠻親民的 然後也是一個很入門的減肥書籍 就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買一本書來看看 那第二本書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是 超級大腦飲食計畫 對 那他的title呢 就是以這個大腦為主 然後怎麼去擊敗失智 讓你更聰明更快樂更有創造力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去想說 蛤大腦跟減肥瘦身有什麼關係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般人在追求體態 或者是追求健康的路上其實會很忽略到 其實大腦跟我們吃進去的營養 有很強大的連結 而且你吃的對不對 其實影響到的不僅是你會不會瘦 而是你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面的壽命 這本書他的背景呢 其實還蠻令人印象深刻的 作者呢 他是一名在好萊塢發展的節目主持人 他極力的發展自己的主持事業的同時呢 他的母親不幸的罹患失智症 那他和他母親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他心裡是大受大忌 而他的母親也在幾年後不幸的過世了 那所以在這幾年間呢 還有在他母親去世之後 他非常的執著於了解母親病情的成因 他就開始發覺到 他自己的優勢就是在於媒體經驗 所以他開始以他自己身為媒體工作者的身份 不停地奔波去聯繫全球各地的頂尖的科學家還有醫生 去專研失智症還有認知衰退的問題 然後他發現這其實和我們的日常飲食有很大的關聯 我覺得光是這本書的這個背景 其實就會讓讀者還蠻耳目一新的 因為你會感覺到 他是真的很關心這件事情 他是從他的內心 他真的想要去知道真相 他想要去揭露一些在尤其是在 這種資本主義跟這種商業流行的世代之下 到底真相違和 他會大力的抨擊過於美式的飲食 像是早餐就要吃穀物片 或者是我們常常被灌輸某一些食物很健康 但是其實那些都是商人包裝的加工食品 美國人每天都喝77克的加糖 每天都喝了77克的加糖 如果你能夠觀察一下 那是差不多20克的小匙 他會在這本書裡面毫不保留的 去抨擊那些收了錢的科學報告 當時候我會想要買這本書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在書中有列出十大 他最推薦的食材 然後我就很強烈的想要知道 他推薦的食物到底是什麼 那分別是出炸橄欖油 酪梨 藍莓 黑巧克力 雞蛋 所以我才吃那麼多雞蛋 草式牛肉 深色蔬菜 花椰菜 還有野生鮭魚 跟杏仁果 所以啊 當時候我看到他列出的清單之後呢 其實我的飲食呢 就有不知不覺的被他潛移默化的影響 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這本書的作者 以他的敘述方式而言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富有熱忱 跟很真誠的人 可能也是因為他是以自身的親人所遭遇的悲痛 化為力量去集結成這一本 知識非常豐富的一本書 那我覺得這本書他可能在一些科普上面會稍微有一些尖色難等 所以我必須老實說就是閱讀到比較尖身的部分會有點想睡覺 但是其餘之外我覺得這本書也給我很大的衝擊吧 就是真的會讓我意識到 我們真的要遠離這些對我們有害的食品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會適合的人是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食物選擇 然後增進大腦健康跟延長壽命的族群 那此外我想要補充就這本書的作者他是有多元身份的 他不僅寫書呢他自己也有經營Instagram 非常受歡迎的Podcast叫做The Genius Life 那每一集他會邀請一些專家或者是一些名人 來分享他們自己的健康生活吧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那第三本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書是 高董內分泌煉成你的益獸體質 這本書是由台灣的蔡醫師所撰寫的書 我知道大家看到以這種內分泌為主題 然後封面又是一個很帥的醫師形象 就會覺得會不會太過堅審難等 會不會自己吸收不進去 但是當我翻開這本書並開始閱讀之後呢 我完全覺得這是一本淺寫易懂 然後很適合大家來入門的書 那這個作者呢他是他自稱是一位很喜歡健身的 復健科醫師 那他本身是成大醫院 內分泌新陳代謝的專科醫師 而且他是肥胖症的專科醫師 所以以他的經歷而言呢 真的是相當的厲害 他的出發點呢就是他覺得現在網路充斥了 各種錯誤的減肥資訊 但是他認為如果你真的想要身體健康 或者是終結肥胖的話 你應該要回到源頭 也就是去了解內分泌還有新陳代謝 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我個人覺得很欣賞的一點就是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的飲食呢 其實會比較強調均衡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在執行激烈的斷食 跟太過極端的減糖 對所以他在這本書的title他直接就標明的是 他不強調節食不斷糖也不生酮 而是從最基本的人體機制出發 告訴你減肥的根本就是熱量赤字 所以他有提供這個減脂金字塔 然後還有所謂菜醫師的健康餐盤 蔬菜佔餐盤的一半以上 優良蛋白質呢佔餐盤的四分之一 原型的好碳水也是佔餐盤的四分之一 然後他會強調要多喝水 並且避開三個地雷 含糖飲料炸物 還有精緻澱粉 那在書裡面呢 他有會去講到一些大宋會有的迷思吧 包含蛋白質吃太多是不是會傷腎 醫師給的答案就是 變多率了啦 蛋白質是可以鼓勵多吃的 尤其是你是一個正常的健康的人 今天你有沒有運動習慣 其實都是被鼓勵吃蛋白質 除非你自己有一些腎臟的疾病風險的話 才會建議要減少吃蛋白質 有人問吃素是不是比較不會胖的時候 他就很清楚的回答說 不論你是吃荷還是吃素 都是要回到熱量赤字的重要原則 然後還有回應到一天是否只能吃一顆蛋 那醫師也很清楚的去表明說 認為吃蛋會增加膽固醇 其實是一個已經蠻過時的一個觀念 其實基本上雞蛋是一個很營養豐富的好食材 就是大家是可以多吃蛋的 然後再來我覺得很吸引到我的就是 這個蔡儀石呢 他會跟大家去強調做激勵訓練的好處 對所以他會去講到真正的觀念有多麼的重要 尤其是對於害怕變成金剛芭比的女性而言 你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女性天生的搞物童濃度就是比男生還要低 所以真正的肌肉量不僅可以去突破 你作為泡芙人缺乏肌力 然後脂肪又過多的狀況 然後你還可以養成比較精實好看的體態 所以他在書裡面有講到 如果你總是以消耗熱量的目的來做有氧運動 最後可能會成效不髒 所以他希望可以打破民眾對於認為肌力訓練很危險的迷思 而且他去蠻大的去提倡在家裡做激勵訓練 讓我覺得喔 我在YouTube上分享的這些訓練影片 是有獲得醫師的專業認證 我覺得這本書呢 他雖然裡面搭配個圖片比較少 但是他的觀念非常的重要 而且也是用一個很輕鬆又帶有專業度的文字去敘述 我覺得這也是一般人 尤其是你想要去了解內分泌的人 可以去好好的去入手的 那最後一本想要跟大家推薦的就是 登登登 減糖控糖大百科 這本書呢在我上一個減糖的vlog有跟大家分享 那好像真的有帶動這本書的銷量 因為有不少人在限動去Tag我說 他們因為我的推薦而去買了這本書 對那我會想要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減糖已經是一個現在實際在發生 而且是獲得醫生還有專家們推薦的一個很適合大眾去執行的飲食方法吧 原因就是因為現代人的飲食毛病高糖的飲食其實對我們的身體健康有蠻大的危害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其實他就有講到說減少糖類其實是有很多好處的 他不是只是在於外觀可以減少脂肪的囤積並達到瘦身的效果 那其他的好處包含皮膚變好精神變好減低糖尿病還有慢性疾病的風險 而且這本書也很貼心的提出弱中強不同等級的健康減糖提案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的減糖不是只是減量而已 而是去調整以往我們常常會偏重於糖類的飲食方式 也就是說你在減糖的同時你還要去提升蛋白質還有脂質的比例 那這本書也講到一些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在於 大部分人所認為的糖這個有不得糖是否就是我們所稱的sugar 但是其實糖它是存在於各種常見的食材的 所以包含我們所認知的蔬菜還有調味料等等 其實都有蠻高比例的糖 那這本書他除了講到一些觀念類的 他還有提供還蠻多食譜就是比較偏向日式的食譜 而且這本書是一個超級色彩繽紛的書 就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很詳盡很豐富很完全的減糖書吧 因為他會很清楚的跟你講哪些食物是NG食物 後面最棒的就是這些含糖量表吧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人會對於蛋白質比較有清楚的認識 可是對於糖類到底含多少就會常常會比較忽略掉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對於減糖飲食非常有興趣想要了解的人 這本書是一個你可以入手 而且如果你要喜歡做菜的話 你就可以照著上面的食譜輕鬆完成減糖料理 那以上就是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四本書籍 那其實因為我平常是一個蠻喜歡看書的人 就是常常我會覺得看書獲得的東西會比只是簡短的貼文 或者是一個網路上的文章還要再更詳盡的多 所以我還蠻推薦大家 就如果你心中真的是有很多疑問 或者是你真的想要好好的去了解正確的瘦身減肥觀念的話 真的還不如去好好的閱讀一本書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